南蘇丹交戰各方代表計劃星期四在埃卓俄比亞開始和談 在之前連續幾個星期的暴力事件已經導致超過一千人喪生 在星期三政府軍和效忠反政府領導人馬查爾的力量 在南蘇丹琴萊州首府博爾再度爆發中德 蘇丹總統基義在琴萊州以及盛產石油的尤尼蒂州宣布緊急狀態 在發布緊急狀態的時候基爾正試圖結束危及這個只有兩年歷史的民主制度 聯合國駐南蘇丹市團負責人約翰遜說 全球這個最年輕國家的流血衝突在2013年12月中旬開始 當時基爾指責他的前副總統馬查爾試圖發動政變 就在由東非地區集團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滑船的和談前夕 馬查爾對美國指引說和平在基爾領導之下不可能實現 大約72名孟加拉警察最近抵達南蘇丹向聯合國基地提供安全協助 基地內的難民人數正在增加 聯合國駐南蘇丹市團負責任約翰遜說 聯合國駐南蘇丹的暴力已經逼使18萬人流離失所 聯合國駐北邦賞 李宗旁 economical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